今天來去別鎖溫泉 所以搭的是不一樣的火車線 出發 然後在天空上面就會出現大勞音 看起來很小但其實超近的 跟著老鷹一起去泡溫泉 來到這間七草湯有所溫泉 看起來挺不錯 Let's go 鋪了個空的我們繼續走神秘新的地點 後來決定是這間 因為只有這間旅館提供日歸溫泉的服務 預約好泡湯之後 先到附近吃吃逛逛 蹦 踩得超大的一間雷 好厲害啊 果然這三間小路沒有人的地方 我們絕對不要亂進去平凡B的小店 需要拜拜壓壓驚 這間是北向觀音堂 在路邊常常可以看到各間湯屋 有流著溫泉的龍頭 這旁邊這水甚至是熱的 一趟耶 繼續飯後走走看風景 明明是名勝景點 卻一個人都沒有 安靜的嚇人耶 到了很有名的別鎖神社 Google上面說這裡略有人潮 可能是喔 我可能沒看到啦 然後這邊除了人厲害 樹也很厲害 他們的樹根 啪啦啪啦 就這樣一路長過來 就長到這邊 沒有 連腳下這邊一整條都是 參觀參觀免費的足湯 就在路邊的硫磺水 可以喝了溫泉水 隔壁在泡腳 火魚快的喝水 超級厲害 運氣真的超好耶 流浪流浪 最後探險到一間新的咖啡廳 你就只要付了錢 基本上就是咖啡喝到飽 有三種咖啡機供你選擇 泡沙瓜 都是包下來了 還點了兩杯長野 現切水果的Smoothie 打發完時間 打發完時間 來去泡湯 裡面就有自己的空間 然後個人的浴室 個人湯 濃濃的硫磺味 來 OMG 要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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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完溫泉在這裡休息一下 超級舒服的啦 整個別搜溫泉都沒有人 整間飯店也沒有人 小小逛個街 搭火車回去囉 這是沒有人的車車 又是居酒屋走起 鮪魚左山藥 刺身聖河 迷迭香樂牌 岩烤獅魚 漁夫義大利麵 還有還有 最精彩的 炙燒和牛臥壽司 還帶有一點血色 但是沒關係 醬最好吃了 澆了一杯奇異果汁 然後它來了一瓶 一杯氣泡水 然後又給我了一個 奇異果 是叫我自己炸的意思嗎 好酷啊 然後我就決定 把奇異果給客了 然後再一杯氣泡水 喝一盒 喝一杯氣泡水 喝一杯氣泡水 喝我也沒一杯氣泡水 喝一杯幾個